各位 局长不来了 改开视频会议 局长 不好意思 长处丰愿真的很需要你们帮忙 那你需要多少物资 唐院长 你跟我要物资你连数量都不知道 你这样怎么管理医院 我们要保护自己 还要照顾病人 可是我们现在吃不饱 睡不好 穿不暖 我们还要担心SARS病毒随着人四处走动 四处散播 许局长 你这根本不叫隔离治疗 你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 大局长 你既然有这个魄力把这个医院关起来 那你还拿出解决的方法吗 我们内科部所有的同仁要扛下原本的重症家户 还有新身家的SARS病患 结果现在住院医师啊 生病的生病 不回扣的不回扣 这么少的人力 叫我们怎么照顾这些病人 这些病人生命安全在哪里 那住院医师工作安全又在哪里 要叫我们怎么办 我已经把人都招回来了 门枕也关了 开刀房也关了 这样子人力还不够吗 你们要知道 这是博爱的责任 你们把问题搞出来了 都能用由你们来收拾啊 现在把人子上来啊 是 徐大局长 你要我们上战场打仗 你好歹要给我们武器啊 现在什么都没有 这算什么 搓走一滩 你们对得起我们够在医院里面的病患 跟医疗人员吗 你对得起你的位置吗 你们都对得中啊 局长 不好意思啊 同仁难免有一些情绪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全部都关在里面 不要说是物资啦 我们吃住都有问题 你统计好数量之后回报给我 我想办法弄给你们 谢谢局长 谢谢局长 各位同仁 局长已经答应要给我们资源了 那今天先散会了 好 谢谢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自己找地方休息一下 谢谢局长 谢谢 进入业 请不吝点赞 Madam ir bardzo 来了 要拿好